《科學生》第四節,終於我們介紹一些意義表達的東西 也未必,至少不要再介紹數學,我怕大家不要睡著 不是,那是很清楚的,但很多時候數學的問題都是不吃人間煙火 所以我們可以實際應用的東西 最近量子電腦的進展好像很大,民說各個國家正在競爭 沒錯,有幾樣東西我覺得好看,這幾年競爭很大 核酌變反應,大家都在競賽,如何成功製造第一個有賺無蝕的核酌變窩窩 另一個是量子電腦,因為牽涉到資訊安全,財產安全 我已經覺得是世界和平的問題 但這個比較新的結果是甚麼呢 大家在這個標題上看到的,澳洲的一位女科學家帶領的一個團隊 首先能夠做到一個量子電腦 意思就是,他做出來的那個集成電腦,裡面基本上是用單個原子 或者幾個原子來做單元 你現在想想一下,我們現在的電腦,集成電腦的東西 裡面的東西都是晶體管,納米技術 東西不是一粒粒的,是一條條的 是一行行的 但是,如果你說到最簡單的傳電,往往就是 可能你那些運算的單元,都是以一個或幾個原子作為最基本的運算單元 這些就是將它組成量子電腦 當然,背後就是,它需要一個很精密的技術 能夠令到你可以 很精確地在一個直的 即是一些silicon 直的一個平面上 去寫到,去將你想要的電子元件 或者基本上是一個原子 精確地放到那個位置 然後將它組成一個可以有意義的運算單元 其實就是 澳洲今次宣稱他們是第一個能夠做到這樣的事 我覺得是一個賣進來的 但當然,有一些概念上,千萬不要混淆一點 我們可以做的,慢慢跟大家說 兩件事,第一件事不是兩支電腦 電腦 是的 即是說得簡單一點 我組成了一個電腦出來 組成了一個circuit出來 是否代表我已經有電腦在這裏 不是的 你懂得去拿板 你懂得去整線路板代表你懂得組成電視機出來 整個CPU組成電腦出來 不是的 但是,反過來 你要懂得最後能夠製造一部可以運算的量子電腦呢 你首先就要有個技術能夠做到量子電腦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讀音差一點點 就覺得,嘩! 這些東西就撈亂了 我會說今次澳洲這個技術突破是了不起的 因為Nature 這個期刊已經接受了他們的投稿 可以說是一個 未來要製造量子電腦的一個里程碑之一 是的 那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譬如說我們對那個circuit的電腦的理解 很簡單 就像我們看到這件 但是去到一個所謂的量子層面 是不是很多物理學上面的 的現象 是跟我們所謂的經驗世界完全不同的 用回我們以前 可能大家盡量回憶一下中學時學習的 一些普通的電腦 那些叫歐武定律 就是你的電壓 和電阻和電流三者之間的關係 這些東西 那些就有些很簡單的公式代表著 這是一個經典的電磁學世界裏面的 物理定律 你可以問到這個量子世界的時候 由這些歐武定律還行得通 那我就會說 其實去到這些量子世界 基本上你全部用量子力學來理解 你怎樣去定義那件事 是有幾度電 有幾度熱 但去到一個量子的層面的時候 電的意思是嗎? 是電子的順序 你可以想說就是一些這樣的 粒子 一些電荷的跳動 當然也是他們的訊息傳遞的速度 就是快和慢 其實你要考慮整個量子的狀態 是怎樣的 那怎樣為之 就是不同的量子狀態 怎樣去對應 令到你那個單元有一個運算的功能 那裏面就 有做理論研究的人 花了很長時間 用他們的手去計算 用他們的電腦模擬一下 如果我們有一天能夠很精確地 用幾粒原子砌到的東西 我們可否有辦法砌到一些有意義 可以做到運算的東西 我記得以前自己讀中學的時候 怎樣用一個普通的學員電磁鐵 怎樣去製造一個 運算單元 那些叫雨飛門 Nangage的那些東西 是不是一些邏輯門 是邏輯門 怎樣用Nangage的雨飛門 砌幾種不同的邏輯門 那些東西 其實就只不過由一個 原本很簡單的物理現象 去擺作適當的排列 形成一堆可以有 運算能力的單元 他們做的運算 就是一些 易進制的運算 他們能夠做得到 然後就想 有了這個電腦的概念之後 怎樣把它縮小 怎樣再令到有些新元件的特色 再放進去 令到你可以做到更加複雜的運算 我們就由一個經典的電腦 變成雜成電腦 這些東西要用顯微鏡的世界才能看到 但現在 我們就似乎 在這個研究裏面 就算那位 澳洲科學家 Miselle Simmers 他自己介紹的時候都說 他們在重複 這個我們去製造電腦 以前去製造經典世界 集成電腦的同一個過程 我們要有 基本建造電腦的能力 然後再想想 將這些東西 怎樣可以縮小 去製造集成電腦 現在就是我們 繼續嘗試用量子的方法 製造一些很幼細的電腦 將來再想 怎樣可以將它大量 做成一堆有效地運算的東西 最後出來 就有機會做到一個量子電腦 如果我們去製造量子電腦 有甚麼啟示 這樣說 很多時候 之前的量子電腦 都是比較處於一個概念階段 其實有些也是很麻煩的 就是你怎樣將它製造一些東西 和在裏面讀一些東西出來 因為你去讀一些東西出來 即是你去測量它 你測量它時 你會改變製造的狀態 這是量子世界你不能擺脫的定律 我們很艱辛地將你的運算 擺入量子世界 和你計算 你怎樣去拿出來 令到那些東西 其實我自己不是專家 有些東西要嘗試衝破 你要利用物理定律 來幫你衝破物理限制 是否代表 如果所有這些 我們正常電腦的配件 的組成部分 對應在量子的電腦裏面 如果組成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量子的電腦 具體上你要有多少不同的組件 來組裝 我自己真的說不清楚 因為譬如說 這次他用了一堆原子或分子 去組裝一個運算單元 那些運算單元可以計算到甚麼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他們認為 那套系統 你能夠組裝這套系統 才會有一些運算的意義 等於我們 你比較電磁鐵 它不可以做一個電子電腦 你要如何將電磁鐵系統 混合其他東西 組裝出來 變成一個什麼 re-switch 然後組裝到一個 好像邏輯門的結構 才是有意義的東西 現在似乎就是 我們在建構這部份 即是用一個 我們能夠精準地 將這些原子或分子 擺放 即是我們需要哪一種 的化學元素 我們就擺放哪一種 逐粒逐粒地擺放下去 令它變成一個 基本的單元 最後有沒有辦法將基本的單元組成 更加複雜呢 然後這些東西 有沒有跟我們先前說的 其他的量子運算單元 去做一個結合 那就完全我自己不熟 就是這些東西 但如果我這裡看到 是很小的 它現在用到是 原子和電子的 是 所以就真的 我想不知 出來了時是怎樣的 量子電腦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裡面的電腦 那條電線就是一個原子那麼幼 就是一個圓子排一條隊那麼幼 那會不會是 如果真的有一個現實的強 我們看不到的 真是細度 當然看不到 這些是 你要看一個獨單獨原子世界的東西 我意思是說 這個組做到 將來如果應用在電腦的 所謂 Circuit 是 是看不到的 即是如果我看到 它一定要 這樣說 其實現在我們隨便 一部電腦裡面的那塊CPU 裡面的那些電腦 我們眼睛都看不到 不過你要足夠多 組合到一個地步 就是有整塊東西在那裡 我們可以想像就是 你如果大陸 可能我隨後說一下 就是未來世界裡面的那塊CPU 那塊運算單元 你現在你想著 就這樣找到放大鏡 就可以看到很清楚 然後現在用電子顯微鏡 你發覺原來再增進去 還會有東西 還有仔細結構 如果將來這所謂Precision技術 會很高水平 我會這樣說 我不知那些人在哪裏看到 又說 如果 要做到很精確的電腦 就是你要用到那些荷蘭的光刻機 將來你要做這些量子電腦 是不是不需要光刻機 有人這樣說過 所以就說 中國很快超前這個 但我這裏想說 具體是否要光刻機 我不清楚 但是需要那種技術 更難有光刻機 就是你要將原子精準地擺 而成一個不可以錯過的技術 我覺得是更難有光刻機 所以這裏看到一個字 大家大家看見 叫10nm Precision 是 現在是納米的技術 已經不是納米世界了 已經是比納米還小的世界 你說十的負十次方那種 有一個單位叫ANSTROM 就是比起納米小十倍的世界 簡單來說 你會怎樣估計 就是未來在電腦技術的競爭 例如說這些 去到這麼精細的 有哪些國家是掌握到優勢 而可以獨自 這裏我真的不懂 我就要說不懂 這裏是很有趣的 這次的研究是由澳洲人去做 但你會發覺 在那種叫做量子加密技術 如何證明Balse inequality 那堆東西 澳洲是不缺席的 澳洲這方面是強的 起碼在澳洲做一些局部的 量子運算問題 是世界前列的 而且這裏是一個研究中心去做 所以澳洲政府會投入很多錢 另外我們講過很多錢 澳地利這些國家 另外就是英國美國 不會少得 我們在很久之前提及過 譬如說在中國大陸 他跟澳地利的合作項目 講到那些傳遞量子加密技術 量子前列方面的研究 亦都有很好的理論研究人才 是唯一勒大學 如果真的要數一些國家 可能有些人在天外有天眾 我不知道 義軍特喜 但譬如我暫時看到 德國、澳地利、英國、美國 甚至澳洲在各部問題上 而中國多數搶先位 都停留在概念 理論上的研究亦都 實際實驗上 可能還要看看其他西方國家 但會否說 所有這些事情 大家將來都要用一個合作基礎 才可以做 譬如說你做這部份 我做這部份 又不能說我做這部份 所以你沒有這些 可能我會說 這是最後未來 最後都是由政治問題決定 誰不親誰玩 是的 這些事情不是小朋友 把大型世界都搞到 是的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大家拋開一些成見 即是做一個純科學的研究過 但是似乎這個應用 大量生產都還有一段時間 還有一段長的距離 你說如果去比較 就是量子電腦 做出來會快些 還是核聚變發電會快些 可能都是差不多 都是用了一些二十多年計的時間 不過這樣我們幾年前 我們去做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們都未有量子電腦的真實版 但我們做了一段時間 我們都看到了 開始 所以我們都很有信心 在我們這個節目 繼續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這些科學上 或科技上的大突破 今天很充實 但無論如何 很多的內容 相信觀眾都要看一些附加資料 才能消化 可能你們要自己做一點努力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再見 拜拜